因為他們可能 是不是看到侯友宜民調 掉到第三 第四 覺得可能沒有希望 所以覺得他們改挺郭台銘 甚至是韓國瑜比較有希望 但是現在也不可能狀態 說真的 把侯友宜換掉之後 換別人 難道就真的會比較好嗎 真的會比較好 他保證嗎 因為國民黨八年前 已經經歷過一次換柱 換柱完之後 當時的柱粉也不能接受 很多人都出走了 那一次宋楚瑜是得票最高 也是150萬票 後來我說第三大黨之後 那現在你把侯換掉 大家折損了 然後難道換了下一個人 他不會受傷嗎 一定會贏嗎 所以現在已經沒辦法走回頭路了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到底要管 但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絕對不可能換侯 我們也希望說黨內的人 可以讓他多正能量 對 現在黨中當然是最擔心 這個換侯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變動 但是因為當然朱立倫跟金鵬 現在是要全力鞏固住 侯友宜 因為畢竟過去換柱 所造成的後果跟後遺症 到現在都依然在承受 只是說現在郭台銘是來勢洶洶 來 范老師 郭台銘的這個起手式 或者各樣的手法 看起來是越發的純熟 而且看起來是不會中計 而且昨天在臉書上又說了 又在砲打率 這些年民進黨怎麼樣 毫無建術 常常沒有解決什麼五缺的問題 廟堂之上 朽木為官是台灣的現狀 所以他要拉高那樣的層次 然後墊高自己參選的一個正當性 似乎已經是把完全 就是說沒有把侯友宜 是看在眼裡了 對 我覺得很意外的是 黃建廷在四年前 是郭台銘的副總統的人選 兩人可以說是肝膽相照 現在怎麼變成肝膽剧烈了 而且黃建廷等於是直接就講說 我們當初給你郭台銘 這個不分區第一名 讓你當立法院院長 這個承諾 是你郭台銘現在輸不起 你輸給侯友宜 你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 你四年前你這個賭輸了 你也不甘心 你退了國民黨 你現在又來一次 這個跟之前侯友宜說 我們都是官公的子弟 要郭台銘你要信守承諾 我覺得這是兩個 相同的說法 但我覺得這個對郭來講 是很傷的 但我覺得現在就怎麼辦 我建議啦 黃建廷跟郭台銘 你們兩個一起出來 公開的測謊好了嘛 看誰說的是真的嘛 因為這個對 如果說黃建廷 你今天你強調 你是信耶穌的 你就不應該說謊 你還帶著郭台銘一起祷告 那郭台銘現在不是說 這個是抹黑扭曲造假 說這個是這個 甚至要黃建廷 謹慎厘清記憶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已經是人格之爭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們真的不能夠 每個人都在那邊放話 然後如果我們大家在旁邊 看到底哪個想法是真的 我覺得你們夠負責任 就一起出來 一起公開接受撤謊 否則我覺得大家會覺得說 國民黨秘書長 你既然可以公開的講假話 那你郭台銘要選總統的人 你既然指責這個 黃建廷是說假話 我覺得這就變成說 大家狗咬狗一嘴毛 這個情況我比較 你看今天柯文哲 我覺得郭台銘現在 因為他隱然要出現了 他要從北到南 他都要辦 據了解要找徐曉星 來當主持人 要辦造勢活動 他是玩真的 他不是跟你玩假的 但是我只能說 他這好幾場都在 7月23號以前舉辦 表示什麼 郭台銘還是認為 23號的這個 所謂的全戰會 是有可能把侯友宜 換下來的 是有這樣 他還在做這個期待 我真的覺得郭台銘真的 他在政治上 真的得了一個幼稚病 他5月17號 對不對 大家知道5月17號 國民黨中央會 他之前 他還跟柯文哲講說 我八成會被國民黨提名 5月17號前天 5月16號 他本來要在天成飯店 召開記者會 後來說不要刺激侯友宜 他可能是民調是輸的 他竟然一直認為自己會被國民黨提名 就被耍了一次 被朱一輪耍弄了這個很奇怪的民調 被硬生生的被換掉 他現在難道還真的期望 23號的全戰會把他換上去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真的覺得郭台銘真的太天真太浪漫了 那他已經被國民黨耍了一次 還被耍第二次 第二個就是說 我是覺得他現在 他認為他越往南部越有底氣 就包含像週點論 他們昨天不是也在天成飯店嗎 他每次都選天成飯店 然後你看那個包含像這個什麼 國民黨里面 包含像鄭正前 審治會 週點論昨天都出現 連徐宏廷 徐宏廷是挺誰的 徐宏廷過去是廉家的 每個人都被記者拍到 大家都說理由是借廁所 都是去天成飯店借廁所 這個理由說不過大家都很尷尬 結果表示什麼 郭台銘你現在的 不管你的支持者 或你們的一些規劃 都被反郭的人士掌握 否則這場會 為什麼會被記者堵在呢 台北市這麼多飯店 就被堵到了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現在變成說 他想要凝聚 這些反韓的 或者是挺郭人士 可是你的連你的集合 你要密會的參會的地點 都被媒體知道 誰洩漏的 凡老師你覺得這當中 背後有沒有金普通的操刀 也就是說因為現在 國民黨黃建林會出來 這背後是不是也都有 金普通的影子來 對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金普通是挺口有儀的 朱立倫也挺口有儀 你看因為現在你看 鄭立倫罵這個朱立倫 他甚至說你朱立倫 你現在你在黨內 已經獲得很多人的質疑 他的質疑什麼 就是當初這一個 所謂的民調是有問題的 那你看前任政治 袁寬恆跟柯文哲 在帶打正人攻 朱立倫沒講什麼 可是你看鄭立倫現在罵這個 這個質疑朱立倫 朱立倫很生氣 甚至要用黨計去辦他 為什麼 因為朱立倫現在跟 跟這個侯也是綁在一起 據了解 這外面謠傳 就是說朱跟侯達成共識 這次讓侯選總統 但是朱呢 可能可以列入立法院的 不分區安全名單裡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朱搞不好未來 也有可能選立法院院長 那他認為說侯不可能當選 但四年之後 朱還是有機會 朱還是很年輕 所以現在朱跟侯是綁在一起 所以鄭立倫表面上說 要換朱 換侯 好像把這個郭台銘換上去 表面上是如此 但是項莊武健 意在佩公 佩公是誰 佩公就是朱立倫 他現在一次要雙殺 不斷要把侯 换下來 也要把朱也拉下來 那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朱立倫 後遺為怎麼辦 朱立倫怎麼辦 他們當然就找金普聰 結合了馬跟金 所以為什麼我們知道 徐曉星說晚上接到 金老師的電話 叫他要加入侯陣營 因為我們知道 他本來就是金普聰的學生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變成的是 馬加上金加上侯 加上朱 他變成四人幫 那對朱為什麼 馬會支持侯呢 因為侯不懂兩岸 如果侯當總統 未來兩岸這一塊 就是由馬去代表 去跟對岸談判 所以馬又扮演 就是過去連戰的角色 所以因為我們知道 郭台銘跟對岸 是有聯繫的 他不可能去指導 郭台銘 韓國瑜 韓國瑜跟對岸關係很好 韓國瑜當初去香港 還有中聯辦 主任接待他 所以唯有侯友宜 是馬英九可以去操控的 所以在兩岸政治這一塊 馬可以跟這個侯配合 所以看起來就是說 馬跟金跟侯跟豬 現在四個人是合體的 共同對抗的就是郭 所以我覺得 現在這個情勢非常明顯的 整個的情勢呢 國民黨 郭台銘還有一個柯文哲 現在變成是一個連動的關係 如果說國民黨現在要開始 針對郭台銘開始要開幹了 雙方開始翻臉了 要對決了 雙方已經翻臉了 現在郭台銘會怎麼樣來 拉高自己的身世 除了辦三場見面會之外 還包括是不是要併購民眾黨 因為柯文哲有說 最近很怕會接到 郭台銘的電話 因為怕到不敢接 所以柯文哲雖然說民調是第二 但是又很擔心 郭台銘不時的來騷擾 明鳳姐 現在郭台銘的底氣在哪裡 不光是要跟國民黨對抗 他現在有眾多的支持 也要藉由這種所謂的 見面會拉抬身世 那對於柯文哲來講 柯文哲會這樣子說 到底目的何在 其實也是在拒絕 郭台銘可能的合併 因為柯文哲民調都第二 他肯定是要獨立參選的 對 就是說現在郭台銘 當然就是只有拉高 自己的身世來做後續的打算 那他現在我覺得 他跟國民黨中央是槓起來了 因為我覺得517的東西 當然郭台銘本人沒有講什麼 可是周邊人都放話 放成國民黨中央作弊 然後就是委屈了郭台銘 或是怎樣 可是黃建廷今天只是講了一點事實 就是證明 這個只要證明到底有沒有 重點不在於郭台銘 有沒有答應不分區 他可能沒有答應 但是重點在於 黃建廷跟朱立倫 絕對沒有跟郭台銘 保證一定提他嘛 那所以說那時候 郭董不是講說 我很驚訝的都不是我 大家就覺得很可疑嘛 你一個堂堂的臺灣首富 被國民黨這兩支 這個所謂的黨中央的主席跟秘書長 玩弄成這樣嗎 我覺得今天國民黨是吞不下這口氣了 我覺得像黃建廷這樣有修養的 就是說有這個宗教修養的人 他過去對於郭董也跟一陣子 他如果今天要這個講 有他嘴巴裡頭 講出這個話 我覺得就是全黨部中央 都對於郭董最近的形勢 非常的不滿了 五月之後你講的一切 你本人不講 你透過一些媒體人或是立委 放出來消息 我中央黨部都忍了 我忍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需要你整合 可是你現在我眼看你 你第一個你沒有想要整合 你繼續在活動 然後這個所謂的團隊 或是這個活動都在重啟中 然後中間還不時 即使中間你有去跟 這個柯文哲 這個所謂金門的會見 談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中央黨部也忍下來了 可是你今天直接在我的黨部內部動手了 對 你就要開始提案 什麼要換吼 請郭派的如影隨行 然後又有聲量很大的人 包括邱毅 蔡振元 鄭麗文 都已經不計黨計的這個威脅之下 我公開幫你講話了 我覺得黨中央現在不處理 何時要處理 所以我覺得未來到723之前 未來五月份發生的事情 這個徵召過程裡面的東西 我覺得內幕會越爆越多 因為雙方一定會廝殺 越來越嚴重 對 這個黨中央一定要說 我 你郭台銘就是一個不守誠信的人 當時都已經講好了 按照規則走 可是你事後又反悔 你會把中央黨部打成一個不守誠信的中央黨部 那我是覺得說 因為你過去講的 實在也是太誇張了 全世界禮拜一出來 大家都知道說要提名侯友宜了 可是你還放話說 我沒 我不知道耶 我還以為是要提名我 這個大家都不相信嘛 所以這一段是國民黨內部的恩怨 那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很希望 你把真相拿出來嘛 到底內部有什麼不堪文問的內幕 趁機把它公諸於世 那你郭台銘也可以講 郭台銘也要拿證據 你說這個 大家都翻舊帳 那請問哪一方可以站到上風 看起來是兩敗俱傷 不是嗎 那你郭台銘已經攻打我了 我當然要還擊 關你兩敗俱傷 反正我現在我就是 我就是要打贏你郭台銘 在黨內這些 所以毀郭計畫也不見得能成功 郭台銘也會反擊 但是我現在拉攏郭的計畫 一定不成功 那我慶功會 為什麼在慶功會講 一定有人會說 我們國民黨中央的徵召過程 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黃建廷才會澄清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跟黨中央 國民黨中央這場仗 一定會打到七月二十三號的 就是那七月二十三號 郭到底會不會怎樣弄 這個就不知道 那你就是因為你 柯文哲 看起來也不想跟郭台銘合作 因為郭台銘一定要選總統 那我柯文哲 好不容易搞到一個機會 我可以選總統的 我幹嘛要讓給你 所以你現在柯文哲 你在報郭台銘的料 對不對 你就報說你當年是如何糊塗的 對 就說 他說什麼這個部分區名單 拿來兜售 那對 那些最可憐 就是這個所謂郭董 對不對 雙方都不喜歡你 那你逼得你只好四族人 那當然你也不排除 國民黨把他逼成四族人的時候 反而有整合空間 因為大家都會死 死了之後大家就會整合 那如果說你還是三族人的時候 我覺得三角都在整合上面 可能國民黨會覺得說 我是輸給柯文哲 我沒有整合的空間 可是我如果多出一批人出來的時候 四個力量的時候 我在整合的時候 也許真的所謂的正統的國民黨 我拉回來的時候 也許有人會把會回歸到所謂的 這個比較正統的這個藍軍裡面 還有可能整合的空間 那主要是我現在面對郭 一步一步的禁逼 郭的禁逼不是對於柯 柯對於柯的這個禁逼已經停止了 他對於侯的禁逼更 他現在的目標是對侯 就是對侯對國民黨的禁逼 所以現在就是 國民黨只是在打一個守衛戰 我就是要防禦你 防禦你七月二十三 跟我搞政變 然後月餅發月餅 月餅裡面放條紙說 我要換侯了 大家就開始翻這個動作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到七月二十三號 我覺得這個未來 這個雙方熱戰一定是得看的 持續了 瑞德哥我們看到 這顯然是現在已經打成一團了 國民黨跟郭台銘互打 然後柯文哲也擔心 郭台銘可能會來併購 所以現在也開始打郭台銘 因為他爆料說 過去郭台銘曾拿不分區的名單 去兜售 然後他只選了高鴻安 因為理工女的稀有姓 其他的六人都被他退貨 所以現在柯文哲也在跟郭台銘在鬥 對 沒有錯 那麼這是去年的聯合報的 相關的網路新聞 是柯文哲要求見郭台銘 這個政治最好看的地方就在於說 有利用價值的時候我求你 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我拒絕你 成績何時 那麼這是去年 在選舉的時候 高鴻安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的新聞 柯文哲想要積極見郭台銘 那警戒而來如果大家記憶猶新的話 今年春節前是不是柯文哲也積極的想要求見郭台銘 那時候郭台銘還說他要去日本 回來再說 那警戒而來 後來這個等於說雙方有見面 然後呢 還有到這個金門去嘛 那一段非常有名 五月那個非常有名的嘛 那還有人爆料說 哎呦 過去四年前 郭台銘曾經想要找我當副手 還記得嗎 大家都拼命爆料 拼命爆料等等了 爆料的原因有兩種 第一種是拉高自己的身價 第二種是貶低 這個對方的身價 現在為什麼 曾經兩邊互相要拉扯一下 我要求見你一下 我想見你 現在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很簡單 如果郭台銘一旦衝出來的話 請問首當其衝 衝到誰 柯文哲 柯文哲啊 一拉拉的六到十個百分比 怕死人 因為柯文哲事實上 他是虛的 我常講到金字塔 金字塔 到金字塔什麼意思 他的民眾黨是死的 會比較上死 他的基層實力最弱 最強的事實上 有人說他是一人黨 柯文哲黨等等嘛 所以呢他現在 他的民調 他做了什麼金字害數 都是沒有 他的民調 他突然間衝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 那麼國民黨 討厭朱立人 討厭侯友宜的人 那麼還有一些 深男不願意支持 侯友宜的人 這些人 轉而向柯文哲去 或是有些人不表態 所以我說 國民黨的這個數學 跟盧毅順反可能打錯了 要是我會想盡辦法 絕對不會去惹 郭台銘 還會溫情喊話 溫情公事 還會想盡辦法去找他 為什麼呢 把所有的 人家說政治 是一場高明的騙數 所有的戲 全部演足了 如果你還堅持要這樣 那我才有那個本領去說 你忘恩負義 你講的話不算話 你破壞我們的團結 成為所謂的泛藍 這個改朝換代 政黨輪替的罪人 他現在什麼都還沒做 已經被你劈里啪啦的 罵一大堆 然後緊接而來你說 他因為自己說的 自己願意去當 不分區的立委 好像跟你利益交換 一樣 政治交換一樣 那樣是郭台銘 我當然也跟你拼 情感單 大家都在談郭台銘 四卡四卡都出來 沒有勝算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今年是鴻海50年 我在本節目講過 今年是鴻海 剛好第50年 創業50年 50年前的郭台銘 也不過拿了 跟人家借了10萬塊 然後5名員工 從台北市 西原路二段 開始做 黑白電視機的 那個旋轉塑膠殼 50年後 郭台銘會想到 自己有2000多億啊 沒有嘛 人生本來是 不可能的事嘛 郭台銘一直用 他自己商場上的 那一套 在不斷的打過 不斷的打算 到後來 他只是沒有想到 在他整個撐起來 整個往上衝的時候 民調不可一試 往上衝的時候 你突然間 國民黨東央 給他來這一套嘛 他沒有想到 因為國民黨中央 不會讓你郭台銘 穿起的嘛 穿起了以後 他國民黨中央 這些人全部都沒有了 我想坦白的 那麼郭台銘現在 其實他本來 還有一失的機會還會 一失的機會不做 但是包括黃靖庭 他們這些人的 這一動作 你們就是在逼他 必能在逼他嘛 要是我為什麼不要 還有另外就是 有關於柯文哲的部分 你沒有發現嗎 他現在主軸打兩邊 一邊當然 民進黨也不會放過 打綠 第二名當然要打第一名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他也不是 他偶爾踹一下 侯友宜而已 因為你是最後一名了 他現在反而在踹 郭台銘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我不能讓下面的 有機會可能出來的人 拉走我 大家民調看得清清楚楚 只要郭台銘出來 你柯文哲就GG 很簡單 這個GG不是那樣子 你不要以為 有人在說郭台銘 應該要去成立另外一個新黨 你錯了 你不了解郭台銘 郭台銘絕對不會成立新政黨 他要以自己 以正藍軍之稱 雖然我不是國民黨 國民黨對不起我 他會這樣認為 國民是你國民黨對不起我 不是我對不起你國民黨 然後他出來了以後 他只要贏一個人就好 他只要贏侯友宜就好 他的民調跟得票數 只要贏一個人就好 各位不要小看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民調 雖然都是第三第四 郭台銘都還沒宣布參選 兩個加起來 完全不輸賴清德 所以如果開票出來 如果真的郭台銘衝出來 開票的結果 只要他贏了侯友宜 只要兩個人加起來 衝過高過賴清德 就證實了郭台銘跟郭伴所說的 就是因為國民黨對不起我 否則只要我一出來 整個藍軍國民黨 一定贏過民進黨 這是他們現在 郭正銘跟這些幕僚 測試他們的中心思想 所以整個的泛藍的一個狀況 整個的態勢似乎非常的複雜 而且是呈現出一種 大亂鬥的一個情況 只是說現在民調第二的柯文哲 難道就這樣穩穩的 有可能吸拿這些 所有藍營的選票嗎 現在柯文哲是不是陷入 所謂的太監之亂 他自己講的 把那個北流講成是太監 說太監解決了 不會到皇上那邊 似乎惹怒了一大票的音樂人 我們看到樂品人 包括馬世芳就說了 提醒大家 真大眼睛看好 這個人有可能變成我們的總統 再來已經很久沒有露面的 資深大明星 珍妮也出來說了 他說如果黃玉玲是太監 那你連公公都不配 珍妮這句話說的實在是 太經典了 太經典了 因為我們很久沒有聽到珍妮 我們小時候都看珍妮的唱歌 那你這句話 能夠把珍妮逼出來 表示柯文哲真的羞辱了 所有的這些演藝人員 你看我們先講一下 黃玉玲在那個年代裡面 就是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他是民歌手裡面最耀眼的那一位 那當然柯文哲也知道北流要讓這個 大家成為心目中一個很重要流行音樂的一個主流 所以特別把黃玉玲請過來當作董事長 在當時是所有的這些演藝人員都覺得就要說 哇柯文哲是真的很尊重這些演藝人員 他把這個民歌手擔任這個董事長 這是別的地方不可能發生事情的 黃玉玲是柯文哲聘請來的 是的 擔任北流的董事長 而且為了要讓黃玉玲當董事長 他還把整個規劃過程當中都是由 藝文人士擔任這些所謂的董事 然後推舉黃玉玲當董事長的 而且還特別說一句話 這個北流的這個整個架構呢 跟其他這個台北市政府的 其他的這種一般的架構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市政府的首在未來 是很難深入到北流的 是由一群音樂人來決定北流的方向 當時這句話 你看讓多少的年輕人說 哇阿伯好厲害 阿伯真的太棒了 阿伯懂音樂 阿伯了解文化 阿伯在所有的這個政治人物 是最尊重的藝文人士的 對不起 珍妮這句話 對 現在借不到場地 就罵人家是太監 這槍打得真的 我覺得打得柯文哲自己都昏掉了 但我要說一句話 其實這就是柯文哲最慣常的手法 我們先來看 其實這不是無地放食 這是柯文哲當時把北流蓋完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所謂的裡面的法規 那這法規裡面特別提到一件事 你看台北市只有派一個人 其他部分都是由藝文人士來處理 所以當時博得很好的聲量 但這句話又特別講到一句話 有關總統 副總統 中央及地方公職員 選舉競選活動 全部能產生 這是柯文哲自己的這個要件 他當初自己訂定的條件 你不能夠辦政治活動 你當時用這些藝文人士 請了黃玉璃當董事長 黃玉璃就變成太監 我跟你說你把黃玉璃是太監這句話 你講給我們這個年代的人聽起來 這是什麼樣的什麼樣的話 真的不可思議 當然我必須說一句話 柯文哲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心中他有一個想法 他只要丟出太監 因為他過去只要講民進黨 用太監字眼 他已經習慣了 很突然就鼓掌 所以這個心態就是你們這些人 就要聽我的話 我給你一點這個好處 你就可以升官發展 所以當時他找黃玉璃 這個人竟然並不是因為音樂人去管北流 而是他認為說我養了一個人 將來為我所用 就他沒有讓我所用了 你要換新的老闆了 你這是什麼心態啊 所以這個心態告訴我一件事 所以怪不得另外一個音樂人講得更白 請所有人睜大眼睛 這個人將來不是要選總統 這個人將來要選皇帝 這句話對柯文哲的影響性一定更驚人的 當然沒有錯啊 現在他下面人都開始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開始 幫他改改變一些他的說法 但是你知道按照柯文哲的SOP 非常可怕 他最喜歡講兩件事 一件事呢就是狗 我們已經講過了 第二件事你沒讀書 當你把 當他把這兩件事 扛在人的身上的時候 他下個攻擊是什麼東西 你看現在新的市長出來了 下面的人都已經變太監了 以前我當市長的時候 他們不是太監 第二件事呢 他要說什麼 接下來網軍開始攻擊囉 他最喜歡按上一個議題的時候 開始網軍開始攻擊 試圖創造聲量 只有這次踢到鐵板了 因為你是黃玉玲 不過我要說一個嚴肅的話題 柯文哲當然很想到北流 為什麼一件事情呢 我想大家很清楚 過去這八年 柯文哲在整個台北市 有幾樣建設嘛 就是北溢跟北流嘛 所以當然他希望去北流 來說這是我當時建設 來回想說 原來柯柏還有一個所謂的政績 可是我要說一句話 如果一般的政治人物 他真的想要辦這種演唱會 他一定怎麼樣 受邀來賓做第一排嘛 所有的這個演唱會 交給就是專業人士嘛 你當然自然就可以拿到北流 他為什麼不幹 他要塑造個人的形象 年輕人啊 你們知道你現在有北流 為什麼 是我柯文哲幫你們弄北流的 你看侯友宜對不對 擔任這個市長加副市長這麼多年 請問一下你們新北市 有任何的這年輕人的聚會嗎 他其實目的 很可惜 我本來要在北流 順便打下侯友宜 打不到 你看當然生氣了 可是我這邊再談個嚴肅的話題 你覺得柯文哲這個人 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呢 好 我們這樣講 我覺得柯文哲急了 因為他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是我們先講一件 柯文哲為什麼可以從12%變成28% 他多了14%怎麼來的 剛才我們大哥已經講了 其實就是來自侯友宜嘛 因為侯友宜掉了20幾個百分點嘛 柯文哲以為他扎扎實實的 框了這個國民黨這14個百分點 但沒想到郭台銘變斯卡圖了之後 他竟然掉了 所以對於這個柯文哲而言 他一方面要避免 這樣的講彎彎 幫助侯友宜 他用這個話題來打講彎彎之外 其實最關鍵的事情 是什麼東西呢 他其實覺得很擔心 郭台銘真的會把他的民調給拿走 所以他現在拿郭台銘來消費 不過整個而言一件事情 北流的事件 我們真的非常的難過 因為這是當時 早期在阿扁時代的時候 希望提升台北市年輕人 流行音樂的創作 以及很多年輕人在這邊能夠得到掌聲 創造更多的年輕藝術家 結果變成柯文哲 操縱政治的一個邪惡的議題 我覺得這部分當然要抨擊 是的確 昆仁現在 柯文哲惹怒多少音樂人呢 因為這音樂人過去我想 不管他們的政治的傾向是什麼 但至少這一次的確是惹怒這些人 但是這個音樂人馬世芳好像也被柯粉給出征了 是不是 這個最喜歡講SOP的是柯文哲 然後破壞SOP的也是柯文哲 我們講說這個北流的規定 剛剛傑民給我講 就是說只要是總統副總統 中央及地方公職員選舉活動 政黨活動 涉及政治性的議題活動 都完全不可以嘛 所以今天馬世芳他在臉書上面有提到 他說這個柯文哲借的北流 依規定遭拒絕了 那就是他自己規定 那凡以太監羞辱董事長黃玉琳 那所以這個馬世芳他就說了 呼籲各位音樂人要睜大眼睛要看好 他其實說得很嚴重 他就說 如果讓你借得成功的話 那不就是柯主席要打臉 柯前市長一耳光嗎 然後他就說 如果讓柯文哲夾帶這個 虛揚政績來到北流的話 他是把北流還有這個演唱會 當成是什麼呢 他說各位音樂人要睜大眼睛看好 這個人很可能會變成我們的總統 他在臉書上面寫 結果就被柯粉出征了 那逼得這個馬世芳只好把 他沒有把他的權限全部鎖起來 他就是說好友的好友可以來留言 因為就是太多的這個柯粉 這條臉書上面就是講講講講 那馬世芳就說 請這個有不同意見的人 好好寫文章 好好寫文字 不要用什麼政治的梗圖 或是用其他羞辱性的文字 來這個羞辱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馬世芳他已經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這些規定就是 之前柯文哲在當市長的時候 所立的規定 那如果現在變成柯主席了 要來打臉這個柯市長就說 為什麼我現在要來辦這個演唱會 就不行 他不是演唱會 他是藉著辦演唱會 從事政治性的活動 所以北流就拒絕他了 所以也不是說這柯文哲講了說 這個好像是蔣萬安打臉他 說什麼事態炎糧 人走茶糧 不是啊 這個是完全你自己的規定 那你自己立下規定 那現在你變成柯主席 反而要用這個 以前你自己立下的規定 就說這個好像不行 這個好像是蔣萬安打臉他不是 所以我是希望說 既然這個規定是柯文哲立下規定 他把這個北流變成一個 獨立的行政法輪 就是要減少政治上面的干預 可是柯辦說他們被貼標籤是嗎 看起來是他死不認錯了 甚至說他被貼標籤了 然後這個覺得很悲傷 這什麼是貼標籤 他本來就是一個政治人物嘛 他現在就是要選總統嘛 那北流的這個規定 是在你當市長任內 講得很清楚的啊 那就是不准這些政治活動進來嘛 侯友的民調想回到第二 要用什麼方法呢 傳出金普通下軍令狀 要主攻柯文哲 當然他要壓這個氣候論嘛 然後主攻柯文哲擺脫侯老三 朱金慧要壓黨內的亂象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柯文哲其實不時的 就踩一下侯友宜 侯友宜也有反嗆 反擊 包括柯文哲去上網路節目 然後就有說侯友宜要選總統 沒有準備好 他要讀書要讀很久 比如說柯文哲去美國 他就讀很多書 侯友宜要讀更久 然後侯友宜就反嗆 他說記得上次提醒了 反專柯文哲好好看一下 中華民國憲法的教科書 傑民哥怎麼看這個金普聰 說要主攻柯文哲 問題是侯友宜有這個能力攻柯文哲嗎 而且再來藍營的小機 恐怕會陷入左右為難吧 是的 我覺得在昨天天成飯店的事情 非常的有趣 因為早上被通知 中午就被攀出來說 有這些人出來 可是我的重點不在這裡 我重點事情是 對於金普聰來說 他說他提出我們開始攻擊 柯文哲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不把一個假想廷 拿出來的話 侯友宜怎麼去框這些人呢 我必須要跟他說 剛剛原子講說 黃敬廷講話 在內部的環境裡面說的啦 也不是讓大家知道 黃敬廷上次也發生同樣事情 他也是內部說 國民黨支持的是侯友宜 就還記得這個被討論很多嘛 結果他就站出來說 就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其實要跟郭台銘來合作 請問一下倒是哪句話是真的 所以黃敬廷當然知道 他現在任何一句話 一定會放出去嘛 直接講不好 直接放出去 所以這裡面代表是什麼 代表事情是黃敬廷非常擔心 中常會有人放牆 就是你今天我要說一句話說 也許他會拼命按了過去說 目標是打倒民進黨 但有人說一句話 侯友宜打不了民進黨 當場你怎麼回應 所以他現在當然一定要 連柯文哲都打不了 對啊 你如果連郭台銘打不了 那你怎麼打柯文哲 所以他們現在做法一件事情 希望呢 好 現在郭台銘 我們這樣打一打 好像有點問題了 所以我們就轉個彎 把柯文哲拿出來打 請問一下 你們不是要分三階段嗎 其中一個階段 叫整合柯文哲 菲律聯盟 現在怎麼又打 又打郭台銘 又打韓國瑜 現在又打柯文哲 你們是在打哪一招 教我一下 我真的聽不懂 可是我要說一句話 這一次的這個他們的密會沒有成功 可他們各自都有講出一些話 我們先來看徐鴻廷 徐鴻無奈 他說一句話 你真的要打柯文哲嗎 先說一下 你能不能辦法解決 國民黨的集體焦慮 我們說個實在話 現在的民調已經只剩下14%都出來了 你覺得這些國民黨難道沒有焦慮嗎 不要睜眼說瞎話 你沒有焦慮 那你以為真的打柯文哲 就可以解決的焦慮嗎 其實問題 笨蛋問題不是柯文哲 我跟大哥講過 侯友宜現在民調在插 柯文哲才能賺到國民黨的這個選票 柯文哲何德何能 你可以一下賺到這十幾個百分點 然後我覺得沈智慧 他直接講白了 你要打柯文哲嗎 那請問一下你的徵招是不是黑箱 這很直接喔 你問你的徵招是不是黑箱 你如果沒有真相就沒有團結 這個更猛 對 好 接下來 那你既然沒有真相沒有團結 你對內都做不了 你怎麼打柯文哲 接下來這個沈智慧直接問的 就是我們一直問的問題 那你的三階段在幹嘛 你根本就一階段嘛 就是拱猴啊 現在猴友掉下來了 你們怎麼樣良心過不去嗎 現在要打擊這些挺郭的人士嗎 而且我覺得正正前裡面 他還講了一句話說 他說周典論是憂國憂民啦 而且希望能夠整合非律 正正前在告訴一件事情 現在你猴友也沒辦法整合非律啦 現在就郭台明明要拉高的時候 客問才買單 所以你看嘛 這就是我們說的操作策略 簡單一句話 現在我看我們就是說 殺郭貶寒之後呢 目的有個大方向 在這個大方向之下 殺郭貶寒是對的 什麼大方向 就是要大 大科 就是打科 你知道嗎 打科這個名字拿過來的話 那我們殺郭貶寒就對了 這是哪一招啊 今天你的問題是 你的猴友宜的這些選票 為什麼會轉給到柯文哲 你為什麼不思考他本質的問題 好的 當然我們要說一句話了 其實以前我們看 金捕宗在操作的時候 他其實最擅長的事情 就是先把假想敵先做出來 接下來媒體開始配合 接著文宣開始配合 所有的名嘴上電視台的時候呢 就不是說名嘴 就是國民黨的政治評人 上台的時候 他們是統一的口徑 那你覺得客問者 會這麼容易被你打嗎 客問 我們就講個很簡單現實的問題 請問一下 金捕宗你現在聲量有多少 我們沒有看到嘛 金捕宗的聲量到目前 還沒有排名到前十名嘛 所以金捕宗你說話 基本上你是來賣賓國 好 那我們再看侯友宜 侯友宜的負面聲量一直在增加 那你那再看柯文哲 柯文哲民調 掩壓你們兩個人 你想要透過所謂的聲量 來掩壓柯文哲 柯文哲說你去多讀書啦 他現在只沒差 說金捕宗你也去多念書而已 所以你知道當多念書 這句話丟在侯友宜身上 這個是多可怕的炸彈 因為其實柯文哲很簡單嘛 他也都知道侯友宜很困難 這個回答完整的內容 就你給他十句話 他可能只能講三句話 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由民進黨講 這是攻擊這個侯友宜 那國民黨沒有人敢講 但國民黨心裡也明白 侯友宜講不出什麼東西 好了柯文哲最厲害就一句話 他最厲害就是先放頭條 就是侯友宜你多唸書 接下來網傳就出來 對侯友宜真的不會唸書啊 兩岸關係什麼都不知道 金捕宗也沒有用啦 這個什麼破傷風先殺他自己啊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金普通如果在内部没有办法解决 侯友宜在回答问题的直直直直直的时候 只光一个句话 他说你多读书 你叫柯文哲去念宪法 你叫柯文哲念宪法 念什么宪法 重点事情是 你的宪法一中大家都听不懂了 所以回头一件事情是 侯友宜在反攻的能力是太弱了 那你最后结果怎么样 以后每次你在开记者招会的时候 你只要提词 说对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什么 接着就金普通来讲了 那金普通一讲 我看中南部那些地方的这些派系都吓坏 老金要来对付我们的 你还没对付柯文哲之前 人家想说金普通你是要对付我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你为什么不把许宏廷找过来聊聊 为什么把振振钱找过来聊聊 到底问题还什么 这句话 很担心中常会就放枪 你们要打倒民进党 请问侯友宜可以吗 那不就全部都完蛋了吗 是的确 郭泰民其实凭什么忘记 感谢侯友宜 是侯友宜太弱了 郭泰民才扶起来了 如果侯友宜真的是有办法那么坚强 打到第二名维持不坠的话 郭泰民再怎么想也没有用 就没有郭泰民的机会 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侯友宜 郭泰民再罕 郭泰民称 什么呢 郭泰民 我 想